8岁男孩在手术的前一天偷偷找到自己的主治大夫 竟主动要求放弃手术 你有什么问题吗 动手术需要多少钱啊 要是动手术前多了 我就不做了 两天前 男孩因为反复肚腾来到湖南省儿童医院 结果被确诊为先天性胆总管囊肿 而且囊肿已经占据胆管总宽度的一半 若不及时治疗 还会引起胆道梗阻 导致肝硬化和胆质性腹膜炎 甚至还会形成胆管 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而手术是目前唯一的治疗方式 做手术必定会伴随着风险 妈妈听完医生的话后 毫不犹豫地在同一书上签了字 但当男孩从哥哥那里得知 手术需要花很多钱时 他变得有些焦躁不安 于是趁家人不注意 竟偷偷跑来找医生要求放弃手术 这让主治医生大为惊讶 我觉得妈妈上班一天之几时 而且他还是很晚回来的 我觉得妈妈很辛苦 医生得知缘由后 瞬间感到很心酸 年仅八岁的孩子竟会如此懂事 医生明白 若明天让男孩带着 如此沉重的心理负担上手术台 会对手术很不利 他便将男孩带到自己的宿舍 帮他打开心结 医生告诉男孩 他的手术不会用太多钱 你跟我说一下 你以后的理想是什么 显得科学家 在得知男孩的梦想时 将来想做科学家研究火箭时 医生鼓励说自己也是从农村出来的 当时差点因为没钱而放弃血液 但幸亏他坚持了下来才换来了今天 希望男孩不要因为金钱而放弃自己所追求的 更何况是自己的生命 觉得爸爸妈妈如此辛苦 更应该让自己的身体尽快好起来 将来为爸爸妈妈撑起一天天 医生的一番话 给了男孩很大的信心和动力 这是两个男子汉之间的对话 第二天数前准备时 男孩的举动更是让医生刮目相看 他需要从鼻孔插一个胃管 没事的妈妈陪着你啊 没事 如果擦那个胃管痛你就哭知道不 往里面疼好不好 听听护士阿姨的啊 有一点点难受可能 妈妈陪着你陪着你 阿姨 对于一个年仅八岁的孩子来说 插胃管是件很痛苦的事 但男孩刚插完胃管就强忍着痛苦和大夫走进了手术室 没想到手术刚开始就遇到了难题 长期的炎症导致囊肿和器官组织沾连严重 手术证件我进去的话 我根本上面是看不到那个囊肿的 因为原来已经发生过这种炎症 而且那个囊肿还很大 囊肿沾连的厉害 就需要把网膜打开才能准确找到囊肿 凭借多年经验 医生决定先将囊肿戳破排出囊内液 然后再将囊壁切掉 而囊内液竟足足留了300毫升 而且囊肿的后面就是门静脉 门静脉是所有肠管吸收的营养 唯一根血管一旦破裂就会危及生命 很多时候连急救都抢救不过来 由于之前有反复的炎症 导致囊肿与器官沾连严重 所以玻璃囊壁的窗面很大 而且在玻璃的过程中还在不断地网出肾血 这让手术的难度增加很多 连主刀大夫都满头大汗 手术已经进行了三小时四十五分钟 看着别的孩子陆陆续续从手术室出来 却迟迟不见自己的孩子 这对男孩的爸爸妈妈来说 无疑是件最煎熬的事 哎呦 好难等啊 我家宅宅 哎呦 要死了 他昨天晚上都跟我讲 他说 妈妈你一天挣几十块钱 我来算一下我这个手术 要花你多长时间的工资 你们要做多久才能挣到这个手术费 好在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手术 囊肿被成功剥离 此时的医生已经汗流加倍 四个小时后 医生来和男孩的爸爸妈妈沟通孩子的情况 根据手术中的情况推断 孩子得了这个病已经很久了 并且会伴有反复的腹痛 对于这种情况之前一直是怎么处理的 然而妈妈的回答让医生很是惊讶 我就说 那你是男子啊 你要忍住呗 妈妈觉得自己的孩子一直比同龄的孩子懂事 也很坚强 如果能及早地发现病接受治疗 孩子是不用承受这么大痛苦的 医生的一番话点醒了男孩的父母 男孩的爸爸妈妈对自己的疏忽大意深感自责 他们向如此尽职尽责的医生鞠躬表示感谢 术后的第四天 男孩已经活蹦乱跳的可以帮妈妈收拾东西 而且下午就可以出院了 这时来查房的医生提着一个蛋糕进来 原来医生从病例上活习 今天刚好是男孩的生日 术术以后的第四天 过生日也没吃到什么东西啊 那你尝一下蛋糕好不好 医生还特意买了有火箭和航天飞机的蛋糕 因为那是男孩的梦想 愿每一位患病的天使早日康复 也像每一位人心人术不忘初心的医生之间 婚房 扫揬 扫揬 扫揬